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说到NA呢 我去年曾经花60块钱买过这款大黄蜂 这个是我第一次玩他们家的产品 但是由于小比例的玩具呢 并不是我的主坑 所以说后面我就没有再入了 那这一次呢 非常感谢NA啊 直接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过来 这一次呢 好像并不是原色版本 而是马提尼赛车条纹的版本啊 但是其实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样子了 然后包装盒方面你看 非常G1 非常复古的一个样式啊 这个非常好看的整个的一个造型 很有感觉 然后那侧面则是玩具的人形跟它的载具 背面你看很有感觉啊 就是赛车的时候呢 好像装配的一些这个一些工作人员之类的 好了 那么我们来打开看一看 这个也是我第二次来玩到他们家的产品 然后里面包装非常简单 首先有一份很小的说明书 但是看我的视频何必还看说明书呢 过去 然后呢 这个就是它的内容物了 首先一个车 然后这边还有两个扩音喇叭加一把枪 这个底下并没有东西 不要以为你掉戒了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载具的表现 那么爵士的载具形态呢 如果我不把手给放进去的话 兄弟们你们看一下 是不是感觉非常的MP化 但是你看一把我的手放进去 原来这么小 相当于是一个指挥官级别的小比例的玩具啊 真的是非常的迷你 然后简单来看一下这个载具形态的一些细节 首先呢 这个车应该就是宝石捷935吧 我应该没有认错啊 没有记错 你看旁边特别特别多 这种赛车的一些文印啊 还有条纹啊 包括这边窗户上面的 马提尼Raising 对不对 包括这里 你看好多好多的小涂装 这个涂装真的是很精细啊 哇 我都已经不敢说是什么惊为天人啊 但是确实是 你看 很漂亮 连轮毂这边也是金色的 然后底盘方面可以看到它的枪可以斜扣在这个里面 也算是个很好的收纳 完全是不会松的 那么背后来看一下 哇塞 这么小的玩具能够做成这个样子 福气啊 这种福气 滚动性 很安静 然后呢 也很流畅 你看它的每个轮子实际上是都能够滚动的 并不是橡皮轮胎 但是滚得超级的安静 然后呢 它是有附带这个样子的两个扩音喇叭 扣在这边后方 扣好了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也是挺漂亮的 但是为了车的完整性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把它拔掉 然后在尺寸的大小方面 首先拿出NA自家的这款小比例的大黄蜂 可以看到长度方面几乎是差了一倍 那么高度方面大黄蜂这个小馒头还高了一点点 这个比例好像还挺合适的 还挺合适的 然后我们这边呢 再拿出魔方家的这个 晴天柱大哥这个就有点不对了 你看这个小跑车居然这么的大 所以说这个没有办法真的是做不到啊 然后呢 这样子放在一起其实也挺漂亮的 小比例的玩具啊 三个车你看放在一起其实跟我的手掌都差不了多少 真的是非常方便携带 然后呢 我想试一下这个能不能够塞到这个后面的货柜里面 因为很关键吧 这个也相当于是一个小小的搭配 来 我们试一下 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啊 怎么裂了 它后面轮子太大了 然后如果你硬要塞进去的话呢 也可以上面稍微会有点缝隙 但是呢这个就直接你看卡进去了 也可以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会有一点点裂开了 这个我们给它拿出来 但是你如果这个样子放的话 对吧 很漂亮 包括你把一些限定的角度 比如说这个样子 限定的角度咱们卡在这儿 也很不错 还有这个样子 但是稍微大了一点啊 这有点可惜 好了 那么载具形态呢 已经介绍差不多了 接下来来演示一下它的变形过程 变形方面 首先第一步我们先把它底盘位置这个枪给它拿掉 然后呢第二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边稍微给它拔一下 来注意看这里了 用力的把它拉伸出来 没有错 这边就是它的膝盖 整个下半身下盘位置 就这样子直接拉伸出来 然后呢我们先来变一下它这个脚步啊 这个脚步实际上变形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首先第一步先把这个地方我们给它往上抬 然后呢这里给它拔下来 可以看一下这边就是它的脚尖位置 然后呢这边呢里面有个滑槽 所以说不用想了把这边滑下来 然后呢利用滑下来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边有好几个折叠关节 我们折一下 折两下 然后第三下给它扣好放在这里 记住它这里呢要全部的给它填平填好 正好可以填好 然后呢再把这边扣下来 这边再给它扣上 哇哦 一个脚呢咱们就已经变形完成了 是不是很有意思 来再来一次啊 真的是非常享受啊 这么小的玩具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真的是很厉害 然后这边你看折叠下来 打平 然后呢咱们把这里滑槽滑下来 很享受非常享受 这个完全都是可以拿出去什么出差啊 或干嘛的都是可以的 这边给它调上去一点 然后你看一下两下 哇这边包进来 应该完全拉下之后你看正好包裹进去 然后这边给它放下来 这边呢给它打平一下 哇哦 这样子的话呢 脚就已经变形完成了 然后上半身呢就特别简单了 我们首先先把这里这个手给它拔出来 两边手都是一样 它这里你看都是有卡扣的固定好的 卡扣 松脱 然后呢咱们把这边的这个轮子啊 稍微往这样子打一下 然后把这里也是一样的前面 这个先把这个轮胎啊 咱们先给它打出来 为什么要打出来呢 这样子腾出了空间 这个手呢 就可以翻折出来了 咱们一步一步 翻折出来之后呢 这样又腾出空间之后 你看这里就可以拉下来了 它一步一步一环扣一环 咱们把这边你看 头部给它翻折出来 然后呢这边前面这里啊 咱们要把这个东西 给它拉伸出来一下 你看它这个车头是这样子的 本来这边底下呢 腹部是收在底下 然后呢咱们把它往上扣一下 它这腹部就出来了 然后呢这边你看车头就直接的往上扣了 那么如果你想把它下来的话呢 就这样子 对吧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但是就是在这个小玩具上面 你会觉得哇好巧妙啊 那么我们继续啊 把这个头呢 你看咱们就把它 头咱们用力的给它抠出来 出来了兄弟 然后呢把它转过来一下 你看这边扣好一下 然后呢这边轮胎 咱们给它收进去 收进去 这边呢有一个凹槽 这边里面你看有个凸起 咱们正好呢 可以给它扣好 没有错 那么再把咱们绝世 这个手呢调整到它该到的地方 这边旋转过来 这个拳头呢 转正来 哇 小玩具 很顺手 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变形 好了 那么我们英俊潇洒的绝世 人形就已经变形 完成 兄弟们 我的魔玩咨询互动平台 正式开通 扫描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 搜索刘哥魔玩 就能够找到我 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想与我互动交流的 就赶紧来骚扰我吧 你留言 我回复 包你满意 不说了 我要去回复信息了 那么这款绝世的人形呢 兄弟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他的正面 八公分的高度 能够做到这个样子 真的是牛啊 真的是牛 然后呢 侧面来看一下 可以发现呢 绝世的头部比较靠后 然后他的这个胯呢 比较靠前 所以说总感觉绝世啊 你非常嚣张嘛 总是顶着胯 你想干什么呢 然后呢 整个背包部分 也是非常还原之一的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车顶盖 这个部分 然后呢 挂在背后 没有什么多余的部件 整个腿部啊 你看脚底板这么大 所以说呢 他的站立性 支撑力度 包括他的这个重心啊 把握的是刚刚好的 整个松紧度 兄弟们可以看一下 完美 perfect 然后呢 来看一下可动性啊 首先头部 抬头 低头也可以啊 可以自己看到 自己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胸口位置 不错 然后呢 侧头也有一些 可以360度 这是废话 然后平台部分 这边都是球形关节了 平台90度 360度旋转 不过他都很紧 然后呢 还可以往前往后 这个是变形的关系 手肘弯曲 是有一点点超过90度 然后变形关系呢 这边还有一点点 那么这里是可以进行 360度旋转 是一个动动手 然后腰部方面 可以进行360度旋转 然后呢 他还有一个 哇塞 这个是弯腰关节啊 这么小的玩具 都有弯腰关节了 所以说他稍微怎么样一下 你看 就可以做出这种 什么翘二郎腿的姿势啊 什么的 你看 都可以做得出来 那么下半身啊 我们来看一下前踢 这个是已经超过90度了 你看 超过90度 然后呢 后踢方面 90度 侧踢方面 都很紧哦 侧踢方面 90度 然后呢 这边可以进行360度的旋转 这边 哎哎 转歪了 sorry 哎哎 转歪了 sorry 然后膝盖弯曲 膝盖弯曲是90度 那么脚部接地性 可以达到90度的 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你看 还有前后 所以说 这么小的玩具 它该有的什么关节啊 细节 连弯腰关节都有 造型也非常还原G1 啊 所以说我已经 说不出来了 就是感觉这个玩具 真的是很牛 然后呢 武器方面 有一把灰色的小枪 拿在手上 那么他肩膀位置 可以看到 这里是有一个圆形凹洞 所以说你可以把这个 呃 就是两个 扩音喇叭装上去 哎 装好的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 对吧 很酷啊 最后来看一下 尺寸的对比方面 我这边拿出了 魔方家的擎天柱 11公分 然后呢 这边是NA自家的 那个6公分的 大黄蜂 小黄蜂 站在一起 这个比例方面 是非常合适的 而且呢 这个样子啊 真的是非常喜欢 OK 那么今天非常简单的 也是非常开心的 介绍这款 NA家的小爵士 个人感觉 如果你是一个 小比例控的玩家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 这款玩具 连我这个巨大控 都对这款玩具 爱不释手 那么你肯定是 更加的喜欢了 OK 那么今天视频 就会结束了 喜欢我视频的话 记住点赞收藏 投币加关注 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的新浪微博 刘哥魔玩 想第一时间看视频的 可以关注一下 我的微信公众号 也是刘哥魔玩 那么兄弟们 下视频再见了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